肝是出了名的沉默器官 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率排行榜 肝癌高居第二位 近年背后元凶悄悄有了变化 根据肝病学术防治基金会的统计 台湾的肝癌已经从原本的肝病 从原本的病毒性肝炎 转变成脂肪肝为主 不过近年来也发现肝癌产生的 就是有这个三部曲 一个是肝脏发炎 再来是肝硬化 再来是肝癌 所以说一旦脂肪肝 它产生一个进展性的肝脏发炎的情况 就有可能产生肝腺而化 肝硬化 最后产生肝癌的状况 产生脂肪肝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肥胖 不过跟一些代谢性症候群 还是有关系 包括过度的饮酒 糖尿病 以及这个血脂比较高这样子 对抗肝癌 癌症分歧决定的治疗方式 发现的早晚最重要 我们是可以根据肝癌的大小 以及分布的状况 还有肝功能的情形 把肝癌分为ABCD四个期 就是说如果一颗小于公分 三颗小于三公分 我们就认为是早期 包括是Stage A期 如果是在这一个 靠过肝癌的范围 一颗比较大或是多颗 我们就认为是Stage B 如果有血管侵犯 或者是远处转 我们就认为是Stage C 那如果肝功能非常不好 已经到了这一个 不能够代偿 附水很多 我们就认为是Stage D 中晚期肝癌病人也别灰心 因为台大医院经验显示 一样有机会降期 争取治愈 我们目前呢就是希望说 原本是这一个中期的病人 如果能够开始接受这些的 宅药维求的 筋动脉化学酸塞 它的特色就是 它会把化疗药物搭载在 这一个维求上面 它相对于刚刚的 这个点油的酸塞的好处就是 它的副作用会比较低 化学药物的释放会比较慢 那能够治疗的这一个肿瘤炎 会比较多 比较大 那宅药维求的大小呢 会依据病人的血管的大小来做选择 对比较小的血管 也有发展40微米的维求 对比较大血管 到600到800的都有 比以前的选择呢 多非常多这样子 即使是剩下的那二分之一的 中期或晚期 也能够借由降期 让它变成早期的病人呢 来得到一个治愈性的疗法 医师强调 只要定期筛检 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就能远离肝癌散不去 汇流新闻网 Cnews台北采访报导